哈啰 各位好 我是你的ALLOKEY顧問蘋果爸 今天這一回來跟各位分享如何清除DWG的垃圾 讓檔案做受傷的動作 我們知道呢 DWG檔案呢 會在業界做流傳 那很重要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檔案裡面有垃圾 它會做傳染 它會傳染給大家 那當大家檔案變慢 開啟使用 有困擾 嚴重的時候還會造成檔案損毀 所以我這邊強烈跟大家做分享 建議大家一定要清垃圾 這個議題其實在論壇上面多年前就有做過討論 原廠的網站也有免費分享清除垃圾程式 我們可以前往免費下載做安裝 目前可以支援到OLOKEY2023 非常好用 然後今天我會展示兩個方法 一個是原廠的方法 另外一個是開發程式的方式 都很方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在前一篇文章有分享過BAT的PC處理檔案 它就是快速清除垃圾 讓多檔直接處理 我這邊的程式 我這邊延伸出來的程式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先來看一下展示 目前這個檔案有16Mbps 我先將它佈置一份 Ctrl-C Ctrl-V 佈置之後 我先打開這個副本 打開它 我最近寫好一個很簡單的小程式 它可以直接清除垃圾 它其實就是使用什麼原理 就是使用WBlock的原理 將檔案做出去而已 那我把它程式化 就像我們之前BAT的腳本檔一樣 非常的簡單 我只要輸入這個指令 DWG WBlock 按下Enter鍵 我們留意一下 我們現在檔案 這個建築圖 別面圖 佈置是不是16Mbps 我按下這個程式 Enter之後 它就會快速將檔案做瘦身 好 瘦身完畢之後 我們看檔案剩下多少 剩下910K 它瘦身完畢 檔案會關掉 那你要重新打開它 就可以做使用了 所以16Mbps瞬間變不到1Mbps 所以裡面摻砸太多垃圾 OK 這是第一個方法 如果你想要取得這個程式 你可以訂閱我們的蘋果爸愛分享 然後截圖 你只要PO到我們的粉專 我們的這個文章裡面 我就會失去你做一個下載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是有期限的 請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第二個是使用我們的原廠給的外掛 你可以輸入這個指令 DWG 然後呢 使用P4的 這是單檔 這是多檔可以選用這個 那用多檔的方式會比較快 好 我們再來選擇檔案 好 這邊選擇檔案 好 再來這個檔案呢 OK 選它 按開啟 在清除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順便做一些檔案的格式 通常我會使用2004 它的檔案會比較小 好 現在15.8Mbps 按下清理 它也是瞬間完成啦 那它很方便 它可以P4選擇多個圖檔 好 那你今天可以 前往原廠網站呢 做下載很方便 好 那清除當然有一些時間 因為它熱熱太多了 好 清除完畢呢 這邊會有給你一些資訊 對不對 OK好 那新的檔案大小呢 是email OK 這邊做離開 我們看一下這個檔案 是不是已經瘦身完畢 OK好 以上兩個方法呢 我建議你一定要去做使用 一個是程式 你可以參加我們的活動 訂閱蘋果爸愛分享 那第二個呢 你可以前往我們原廠的網站 免費做下載取得 那這篇文章呢 我在論壇也有做教學 然後我這篇文章 是在2013年就有分享的 就是一樣是DG院的問題 上原廠的網站做下載做使用 目前資源2023好 非常方便 你有空可以來爬文 這邊大概瀏覽一下 這邊都有完整的說明 你也可以參與討論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也可以在粉專 或者在我們論壇呢 一起加入做討論 讓我們檔案呢 能快速的清除垃圾 OK 好 我是蘋果爸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呢 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小鈴鐺 也幫我們頻道呢 分享給更多朋友 讓我們幫助更多人 好 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 請詞!!!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